美军是当前全世界最好的军队 就连陆军核武库操作员 海军战略核潜艇操作员 战略轰炸机部队都搞全员吸毒 谁知道会不会有一天聚中吸毒 这些人可要可大了 然后直接把什么不该发射的东西给发射出去了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哥 3月18日 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称 有8名驻日美军士兵涉嫌利用美军的邮政和后勤系统走私毒品 而他们的手段是从美国购买合成毒品 然后送到日本境内 要么卖给日本本地人 要么卖给驻扎在日本的美军 琉球地方政府针对这件事情进行了一系列调查 这个顺藤摸挂 找出来了72期美军在当地贩毒的事件 这已经不是美国驻扎在亚洲的部队 第一次被爆出来吸毒贩毒的事情了 倒不如说这事儿啊太正常了 2023年5月 美军里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就爆出了绝大多数作战人员吸毒的情况 2023年8月 驻扎美军就已经开始利用美军的后续和邮政系统贩毒 但是这个手段都不算那么圆创的啊 更早之前的阿富汗驻扎军也是这么搞的 当然驻外美军严重 美国本土军队的问题就更严重了啊 什么美国陆军核武库操作员 海军战略核潜艇操作员 战略轰炸机部队都爆发过严重的聚重吸毒案件 而这些人操作核武器那可是能毁灭人类文明的玩意儿啊 谁知道有一天他们会不会聚重吸毒可要可大 然后直接把什么不该发射出去的玩意儿给搞上去了 每一次美军方面要求这些部队进行自我整改 但每次都是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整改了吗 无改 反正我说了 有没有用就是另一件事了 而没用的原因就是这些人从招募来的时候 本身就已经是引军子了 当前美国方面因为当兵的人太少了 由于美军最近几年国际形象下滑 军队搞LGBT运动 增加的士兵要注射疫苗等条款等原因 越来越多是和参军的人不愿意前往军队服役 哪怕是美军给美国应征5的士兵 发6万美元都无法改变这一趋势 无奈之下 美国方面只能进一步拓宽征兵标准 将身体不健康的人 学历在高中以下的人 以及有犯罪前科的人 全都给拉进军队里面 这些人占据了当前美军所有新兵兵员中的四分之三 而这些人绝大多数在参军之前就已经染上了毒瘾 自身是允军子 所以美军不管怎么自查 都没有办法减少吸毒者在军队内部的数量 可以说现在美军的征兵标准 已经降低到了年满18岁 目前美军正在大力发展 无人化军事作战能力 他们这么干的原因其实也非常无奈 因为他们的士兵基本不具备战斗能力 所以才需要这种打电动的方式 让跟招上来的不合格的士兵也产生战斗力 最典型的就是前段时间 三名派遣到台湾的美国特种兵教官 在风俗店找乐子的时候 被三个台湾平民给揍了 双方发生了一场混战 战斗结果竟然是台湾平民打赢了特种兵教官 由此可见美军战斗力现在道德有多差 战斗力是方便 道德是另一方面 这些人充当海外驻军的时候 也展现出了自己吃喝嫖赌抽 无度俱全的一面 一些在美国服役比较久的老兵 也就是铁锈带 农业周 宗教保守派 这些地盘出来的传统意义上的美国良家子 对这些新闻非常不满 说他们是什么稀毒的小畜生 要么就认为他们是热忠杀戮的屠夫 毕竟相对于那些高素质高学历的美军士兵 这些有着犯罪前科的人 对杀人更没有心理压力 他们甚至把屠杀平民当成了一种娱乐手段 这也让当前美军内部出现了一定的分裂 如果一个人是良家子 入股前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教育程度 退伍后能得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并且重新进入社会 那这个人会更加爱国 但如果一个人有犯罪前科 入股前是个杀人 抢劫 吸毒的人才 那退伍之后 这给人带着战场上学到的杀人技巧 然后又找不到工作 会发生什么事情吧 反正中国是个神奇的国家 因为历史很长 所以每一个事情在历史上都能找到对应内容 当年清军平定太平天国的时候 就招拉了一群有抽大冤精力的囚犯 组成了湘军和他们作战 战争结束后呢 湘军被裁撤了 这些人很快组建了一个反清的黑帮组织 葛老辉 等到越来越多在军队里锤炼过的新世人才 重新进入到美国社会 恐怕美国会变得更加热闹哟